我就是喝那个药三十秒睡着 先睡着不痛 三分钟停止心跳 死了 他保证你不痛而死 这才叫安乐死 现在给我吗 对对对 没有 谢谢 85岁前体育主播副大人 近年饱受与障碍缩酷 因台湾未通过安乐死法案 他七个月来两度赴瑞士寻思 最终确定预期日上午 在瑞士的尊严机构 结束他的闪中之旅 苹果经过多日联系 副大人终于同意 在六日晚间 于苏黎市虾塔饭店 接收苹果专访 在27分15秒钟 破败他的选择与最后旅程 没有平安 而且我很没有遗憾 我就到这来死 我是叫这个法制公正 自由人权的国家来做 我在我们那里是犯法的 三百万 如果我们国家有这个法呢 不但不花三百万 也不需要喝死他了 我还来两次 我就需要考察清楚 我一方面是为了两年前就参考这个东西 他们只有一个窗口 分宗教不分国家 就你痛苦 你喊你痛苦 又死不了 他就这个方法对付他 你非要走这条路 你不走 台湾老百姓没看过 有一个 但是我始终没讲 所以有个体育台背歌我 背歌我20年 那里头有一个仇人 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他 傅达仁口中的仇人 是某体育台核心副总 他是电视台老板的亲戚 有次请傅达仁转播球赛 第二场却突然要他不要转播了 该派其他主播 他20年来觉得奇怪都不找他 为何缝杀他呢 这件事在他心里过不去 大家都说我是台湾第一祖国 反正就是 他就是不情 没有理由 这个是影响观众的舒适性 观众骂死 别看傅达仁海南正气凛然的收放 180公分高的他 从原本体重74公斤 饱瘦26公斤 目前仅剩48公斤 你看我刚刚就是平 对啊 他一吃饭就拿东西 今天晚上你们有计划 再去吃个饭或什么 我们都不想动 前面火车站那边有一个中国餐厅 你出去 还是会想念家乡菜 台湾菜 会会会会 各位亲爱的观众 我爱你们 你们爱我 我爱你们 你们舍不得我 我也舍不得你们 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就是 安着地面人比有此 而且生不如此 我选择了正确的安乐所 合法合理合情的 在瑞士之心 So long Fail well Good bye 再见 娱乐动物新闻 报道 苹果欢庆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券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世纪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 请不吝点赞